吉隆坡假动今早发生警匪追逐战 没错警方尝试截停一辆可疑的轿车 但是失败 而轿车的司机在大道上鲁莽飙车 不仅倒车撞伤了一名巡警 还在塞车路段撞开其他车辆逃跑 期间警方就朝这个轿车的轮胎开了九枪 可是轿车最终失控了就撞向了路旁 不过车上两名嫌犯还是成功逃脱 警方目前正在追查两人的下落 其内蒙菲总局长拿导司李 苏海利下午召开记者会上指出 这起案件发生在今天早上 大约7点44分 发生在甲洞中央花园 前往傅城园的路段 摩托车巡警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辆绿色的宝藤威拉轿车 车上两名印翼男子行径可疑 不料对方拒绝停下 直接开车逃跑 处于自卫 两名巡警就朝轿车轮胎开出了9枪 轿车随后在住宅花园区内 失控翻覆撞向路边 苏海利表示 警方调查发现 有关轿车是一名女子 借给另一名男子使用 警方已经掌握了 两名逃跑嫌犯的身份 将会援引刑事法典 第307企图谋杀和第353 使用武力阻碍 警方办公条文展开调查 目前警方正在追查 40岁印尼男子甘尼山的下落 呼吁目击者和知情人士 向警方提供情报 请 temas进入 40名海利口 耐心碍事法典 相机分享 请 får移动 另一名男子供援引刑事法典 好 这位女子战 可乐意打算 这位女子 可乐意打算